纳虚穿天心被誉为日本格斗界50年一遇的天才 作为日本T拳界国宝级的超级巨星 他年纪轻轻 就在国际赛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身高165公分 体重57公斤的纳虚穿天心技术精湛 进攻犀利 力量恐怖 他在T拳和MMA赛场双线作战 T拳职业战绩为41胜0-34KO MMA战绩为四战全胜 他曾获得RyzenT拳 雨量级和储量级冠军 和2017年Ryzen银量级世界锦标赛冠军 也是现任Ryze雨量级冠军和前储量级冠军 他长期被权威媒体Combie Press 评选为PVP世界排名第一的自由搏击选手 毋庸置疑 在T拳小级别领域 纳虚穿天心是具备超级统治力的顶级王者 1998年8月18日 纳虚穿天心出生于日本千叶县 他从五岁时就开始学习极针空手道 因为他的父亲认为他性格胆怯 想以此锻炼儿子的胆量 没想到纳虚穿天心也从小就显现出过人的武学天赋 他在小学五年级时就获得了极针空手道少年世界锦标赛冠军 他的空手道功底也为他日后出彩的T拳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之后的岁月中 他对T拳开始着迷 并且对此展开了集中的训练 也梦想着更大的人生舞台 纳虚穿天心是一名反架拳手 他的T拳风格深受拳击泰拳和空手道的影响 技术没有短板 拳法腿法西法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这位陈童在成为职业T拳拳手前 15岁时就累计了105胜五负一贫 63次KO的惊人业余战绩 真可谓英雄初少年 早在2012年8月10日 14岁的纳虚穿天心就在泰国迎来了职业生涯首秀 比赛的第四回合 他以一记凶狠左膝击KO了对手 取得生涯首胜 天心在2014年正式退出业余赛场后 他加入了日本顶级踢拳赛事Rice 又轻松拿下了五场连胜 其中四场比赛强势KO对手 并获得了挑战现任Rice除量级冠军 村越优太的机会 并在第二回合以重拳TKO了对手 赢得Rice55公斤级的除量级冠军 年仅16岁的他也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不冠后的天心又返回Rice 与葡萄牙选手Fred Cordero争夺ISKA雨量级冠军 纳虚川天心又以一致的判定赢得了这场战斗 夺得桂冠 2016年可谓格斗神童的成名之年 除了继续在Rice中连续获胜并未免冠军 他也参加了在日本举办了昆仑爵 4月49轻松碾压了中国散打高手林冰 以狂暴的连续袭击KO了他 12月5日 纳虚川天心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引人瞩目的比赛 对阵伦皮尼泰拳世界冠军万查龙 赛前大家都看好实力超群的万查龙 结果比赛一开始 神童就频频进攻近战上风 万查龙还没回过神 就被神童以漂亮的回旋梯KO 短短38秒 天心就展落了伦皮尼冠军 令所有人大为惊讶 也使外界记住了纳虚川天心这个响亮的名字 2016年末 神童又进入了MMA世界 12月29日 纳虚川天心的MMA首秀 对手是乌克兰选手Nikita Saban 神童首回合差点就被对手的十字顾降服 但他还是顽强摆脱 最终KO了对手 成功逆转获胜 之后的第二场MMA比赛 天心也以断头台降服了对手 2017年2月12日 神童的另外一场重要比赛 是对阵泰国前ABF银亮级拳王阿姆纳 前三回合双方不分胜负 但第四回合 神童用强劲Body Shark击倒了对手 阿姆纳在独秒时未能站起 神童KO获胜 竟用拳法摧毁了这名曾五次未免金腰带的拳击高手 值得一提的是 阿姆纳还曾击败过中国为数不多的拳王 周世明 16年末和17年初 天心摧毁了两位泰国格斗界传奇人物 使他名声大噪 随后他又一鼓作气拿下11连胜 其中大多数比赛都残暴KO了对手 在踢拳赛场上 格斗神童就是无解的存在 让天心真正被所有人熟知的比赛到底是哪一场呢 当然是同梅威瑟的跨界拳击赛 2018年的最后一天 两人的比赛在东京打响 在第一回合 比赛进行到1分10秒左右时 梅威瑟将天心逼近围绳角落 一个小幅度左勾拳 外加右手Body Shark 直接将天心打躺在地 独秒过后 天心起身再战 梅威瑟立即加快进攻节奏 天心虽然竭力抵抗 但他的拳头面对防守大师梅威瑟 似乎收效甚微 1分44秒时 梅威瑟又以右手抱杆拳 紧接右勾拳 再次将天心打倒在地 裁判上前第二次独秒 天心再次站起继续比赛 2分10秒时 梅威瑟又以一记轻描淡写的左勾拳 再次将天心击倒 裁判叫停了比赛 最终以天心的惨败收场 神童职业生涯中 从未尝到过失败的滋味 虽然这场表演赛并不计入战绩 但出场败季的他还是泪洒拳台 这场宣传很久的比赛 却只打了139秒 梅威瑟就轻松卷走900万美金 这速度真是堪比硬抄机 这场比赛虽然策划已久 但其实本身就毫无权念 两人根本不处在同一量级 老梅不管身高体重都占有明显优势 拳击技术上的优势更是不必多讲 就算他全程保持微笑 他的获胜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但天心这种敢于跨界挑战顶级拳击手的勇气 也是可圈可点 而且他也借此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很高的关注 风投盖过了所有日本选手 2019年 纳虚川天心完成了6场踢拳比赛 全部获胜 其中5场KO 2020年7月12日的RISE比赛 其中的亚洲明星赛 是由天心对阵19岁的日本新星 丽媛有希 这位新人实力不俗 在踢拳55公斤的量级里 世界排名前8 比赛一开始 纳虚川天心就迅速进入状态 几记凶猛的重拳在极短时间内就将对手击倒 想要奋力一搏的丽媛有希迅速起身 并压上进攻 但又遭到了天心的迎击右勾拳击中 再次狼狈的倒下 这一记勾拳呈现了格斗神童完美的距离感和时间差把控 当丽媛有希第二次起身后 两人在拼拳的过程中 又是一记完美的后撤反击右勾拳 天心将丽媛有希第三次击倒 裁判叫停了比赛 天心仅耗时90秒就TKO获胜 本场比赛是天心生涯中最出色的表演之一 完美呈现了一名优秀拳击手所具有的潜质 看来此前的确没有被老梅白白教育啊 如今的纳虚穿天心在所在量级中完全难封敌手 他的技术几乎达到了踢拳选手的天花板 天心的风格极具压迫力 总是全力以赴地奔着摧毁对手而去 作为一位反架选手 他的后手直拳和中段踢都破坏力极强 他的打法变化多端 例如对头部的打击后 立即转为攻击身体 以拳法压制对方后 直接会以吸击进攻 这些都是他常用的技术 天心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具有逆天的速度和力量 他对于运用什么技术 以什么方式去打开对手缺口的判断力 和掌握空隙的把握力都是一等一的 格斗神童的名字 时常会与另一位名将联系在一起 此人就是有着日本第一支撑的世界王者 四川五尊 全民们经常喜欢拿两人比较 但因为种种原因 两人的大战也一直未能成型 由于天心表示自己将在2022年3月退出踢拳界 从而转战职业拳击 据报道 他目前踢拳的合同还有四场 如果可以 他将在其中与武尊展开最强一战 这或许也将会是他踢拳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天心对武尊的梦幻对决将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转战职业拳击后 神童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